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暧昧模糊的回答实在让人摸不着头绪到底是戒了没 陈时中是众所周知的老烟枪 这回带头激励的超过500名隐君子也跟着报名戒烟 虽然以身作则但功败垂成 其实阿中部长的戒烟问题解决的方法就在这本书里面 Mentalism 开烟所 读心是呆狗的科学戒烟指南 那阿中部长他其实抽香烟超过了50年 那在这个董事基金会的戒烟活动里面 他坚持用意志力坚强的意志力来戒烟 结果呢 这就是读心是呆狗的科学戒烟指南中所讲的 第一个误解戒烟常常失败的原因 如果说只靠这个意志力戒烟成功的比率很低 只有4%到7% 也难怪阿中部长会失败 那如果只是这样戒烟 平均要二三十次才能戒烟成功 所以呢 第一个我就说不能只靠意志力 你要改变生活环境 比方说丢到家里的烟灰缸 然后养成远离香烟的习惯 比方说事后不是一根烟 什么事后一根烟 应该是温柔的帮你的性伴侣清洁身体才对 那Dego讲的戒烟的误解 第二点是说 我们一般人都会认为尼古丁的戒引 很难戒掉 那事实上 在这个烟害 台湾推行烟害防治法以后 在医院餐厅公司行号大楼抽烟的比率 就大幅下降了嘛 那尼古丁在我们的体内 他半衰期其实很短 十几分钟而已 两个小时 大概只剩下十分之一 但是戒断症状 我们医院从来没有看到说 有人严重到戒断症状 因为香烟里症状是 戒断症状跑来急诊 那个只有酒精或是其他毒品的戒断 才有那么严重才会跑来急诊 所以这是大家一个误解 好像他戒断很难 很难去克服 那Dego讲的这个戒烟的第三个误解是 香烟它很美味 有疏解压力的方法 那事实上呢 为什么我们抽烟会有这种 嗨或是说解除压力的感觉 是因为香烟里面有尼古丁 尼古丁会刺激乙烯胆碱受体 Acetylcholine 在神经细胞的受体 然后就会散发多巴胺 Dopamine 问题是这个效果耐受性很高 你只要重复多抽几个人 都抽不到半包 其实这个香烟就已经疲乏了 所以你问一些老烟枪 问他们说 你这抽烟有感觉 他们大部分都会跟你讲 其实我抽到现在已经没什么感觉了 那抽烟纯粹就只是一个习惯而已 那既然它是一个习惯 我们讲说有点像自动性思考 其实你就可以用一些理性的方法来取代 比方说有人要进你烟的时候 你身上带一包这个尼古丁口香糖 他抽烟你就嚼尼古丁口香糖 这也是一个方法 那所以呢我要推荐这本 读心是呆狗的科学这篇指南 给阿中部长 那也给所有曾经借过烟失败的人 还有就是说希望自己亲友借烟的人 这个有点好玩就是他的日文 Mentalism 那Mentalism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 读心术啦 唯心主义啦 心灵魔术啦 然后这个作者我看很帅气 他号称是日本第一位读心书 那他也是日本电视名嘴 然后他写的书很畅销喔 这个是在日本都卖超过200万本 你猛来一看 诶这个什么东京涉谷的 那其实他所教我们的方法 其实在这个所谓的实证医学 都已经有做过很多的研究 其实现在的医学呢 有一套方法 在美国的CDG网站上 就是美国的疾病管理所 提供了七个步骤 他可以把接应的成功率 从我们刚刚讲的四到七八 拉到百分之六十 用一套好的方法 可以让你成功率增加到百分之六十 包括说我们很多生活习惯 认知的改变 接应的步骤 甚至你必须去看接应门诊 接受这种药物治疗 这个会增加你相当高的戒烟的比率 那如果可以把烟戒掉的话 这个对身体的帮助是非常的大 减少肺炎 他可以减少十一种癌症 然后呢 比方说陈时中部长 现在他要选举 对不对 而且他之前确诊过长新冠 事实上他现在如果都抽烟 我相信会影响他大脑的带眼量 那个大脑里面的含氧量 那会对他选举的策略 他的辩论 有很多很不利的影响 像我们知道美国总统欧巴马 他选两次总统 这个欧巴马也抽烟 所以这个欧巴马要不要戒烟这个问题 一直成为竞选里面人家讨论的话题 现在甚至他在当总统的时候 这媒体都不断的拿出来讲 所以呢 这个干脆如果说陈中部长 可以戒的话 就趁这一次就把它戒掉了 所以我实行之前也是这个董事基金会 担任过他们很久的这个咨询医师 也跟他们开过很多次会 那董事基金会一直很认真的设计很多活动 来推广这些公益的活动 所以呢 我这次也跟这个出版商合作 就是以我这本我觉得还蛮符合实证医学 还有我们这个就是说正统的医学疗法的这个戒烟指导的书籍 虽然他这个Mentalism 这个外表上这个有点包装 就有点这个心潮啦 但是他事实上他里面的内容 其实是写的是很简单清楚活泼有趣 把一些理论介绍的很好 所以我会请出版社送一本书给陈时中部长 然后呢 也在就是说我的读者里面抽出五个人 免费的送这本书 如果你要实体书呢 我就请出版社寄实体书给你 那如果你要电子书呢 那就是寄一个代号给你 你就可以在很多电子书的这个网站上面看了啦 那正讲的方法怎么进行 我这个影片会同时放在这个脸书跟YouTube 那YouTube会抽出三个 你必须在YouTube的这个就是影片下留言 然后你要讲说 我希望抽到这个 读新式呆狗的科学戒烟指南 这本书 你写下这个留言 而且你一定要按赞订阅 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分享 那我就会抽 在YouTube抽三个给你 那脸书怎么抽呢 脸书就是在留言上 tag你的朋友 就是如果你觉得啦 你的朋友 需要戒烟或是你自己也可以tag 然后呢就是说会免费的寄发给大家这本书啦 可行的医学上验证的步骤 我相信对于想要介意的人 包括陈世忠部长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啦 那我是万方医院的潘健之医师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